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上午我们来看上午的几个新闻 这个中国时报的头版我们先来看 说新三宝之首陈吉仲混淆视听 这个好玩了 这个新三宝之首过去我们这个以前立法院 三宝这个字怎么来的 最早是从立法院来的 立法院以前这个有所谓立法院三宝 蔡启昌 蔡启芳现在蔡宇的爸爸也是新三宝之一 林从谋 还有另外一部我忘记了 那从此以后呢就出现了各地都有三宝 那么现在呢这个民团就讲了 这个因为公投推动这个反莱猪 这个民众对于莱猪有疑虑 那么执政党的官员们 为了要替莱猪辩护 出现了很多非常离奇的说法 所以被人家视为呢 这个政务官里面有所谓的新的三宝 是哪三宝呢 陈吉仲是第一宝 被列为新三宝之首 那再来还有陈时中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王美花 这个三宝 那包括这个我们先举例 哪三宝 包括这个陈吉仲讲了哪些话呢 最近最红的呢 就是他说这个猪吃莱克多巴胺 就像人吃这个保健食品一样 哎呀 原来猪吃莱克多巴胺 跟我们吃这个扇醇啊 银宝啊 表飞鸣啊 还是荷地他命啊 这个维他命B是一样的 哇塞 吃多强生 这个有病治病 没病强生是不是 那大家一听到之后 就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说法 就想说陈吉仲 你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猪吃莱克多巴胺 其实是会有健康疑虑 并不保健的 所以呢 在很多的学术报告里面 都会发现说呢 它是一种神经的兴奋剂 所以对于猪可能会有一些 有可能会有狂躁的 一种不良的反应 对猪不好 所以才会后来有很多的国家 出现了疑虑 出现了疑虑之后 那么 所以很多的国家是禁止进口莱猪 到目前为止 在全世界禁止莱猪进口的国家 都还远远多于 赞成进口的国家 所以在目前为止的世界趋势 莱猪呢 仍然在世界上是不受欢迎的产品 那为什么我们因为某些原因 就要把它变成受欢迎的产品 这是政府必须要向大家 所解释的 没有想到陈吉仲呢 越解释越让大家觉得是匪夷所思 那民进党就开始用这个 用这个一贯的SOP回应 说是国民党造谣 在野党造谣 是造什么谣呢 你们怎么可以说 来记就是保健食品 我们没有这样讲 是陈吉仲这样子讲的 那陈吉仲说是国民党造谣 于是乎他就把他当时 在Podcast受到访问里面的内容 呈现给 探给竹子稿 探给大家看 就他一看不看还好 还想说是不是听错 结果呢 这个一看之后就发现说 哎呀 还真的是照原稿来讲的话 陈吉仲的意思就是说 人吃这个保健食品 跟猪吃莱克多巴胺就差不多 平常会混一些东西去吃 那你不就是说 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它是一个可以强生的东西 不但没有健康疑虑 吃越多越好嘛 对猪来说 好问题是大家就知道说 不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才会被现在讲说 是这个新三宝之首 那这个我们讲说 陈时中他讲了什么 被人家觉得是 新三宝其中之一呢 当然除了这个高端以外 讲世界不是只有美国以外 那世界不是只有美国 但是只有台湾是四季帝国 台湾只有台湾 要打两季高端之后呢 想要出国不好意思还要打BNT 两季或者是打莫德纳的两季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陈时中说的话呢 其实到现在已经开始走向干化王 只是被陈吉仲超越而已 不知道他们比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所在 是比这个干化如果低迷的话 就可以变成这个会可以升官吗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关于这个莱猪的部分 其实当时陈时中 正在卫福部的立场 他有发言 他那时候讲说他有三高嘛 所以不能吃 一直叫别人吃 他说自己有三高 那一般的百姓呢 民众呢 其实也是不喜欢吃的 只要智商呢 智商高一项就可以了 智商不要太低的话 都知道 这个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食品 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呢 他重要的三大市场通路 比如说美国有一个通路叫Safeway 当然还有大家所熟知的Costco 还有所谓的Ruffs 这个Walmart这些 这个一般中产阶级以上的民众 或者讲白一点 甚至是比较我们讲白人 生活比较优渥的阶层 他们在美国根本就吃不到莱猪 那莱猪在美国是哪里会有呢 就是一些比较 第一代的移民的社区 或者是一些比较零碎的通路 才变成是一个次要的选择 所以在美国都是如此 何况是台湾 还有来际的猪肉 在美国本来就已经是 一个相对不是那么顶级的食品 是一个被人家排在一个 比较次要的B级的 这样的一个食品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世界的趋势 所以说不开放莱猪呢 就等于说是不开放美猪 这样的谬论 民进党用谎言来做掩饰呢 是没有办法骗过百姓的法眼的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个骗子最怕的是什么呢 骗子喜欢骗的都是傻子 当你如果不是傻子呢 骗子就无法得逞 所以用台语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不是北七的话 这个政府就没法都别吵 就是这个一个概念 那么其中还有第三位三宝 是哪一位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小花部长 小花 小花部长王美花 王美花部长最近在辩论的说明会里面 用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比喻 什么样的比喻呢 他就说你看 美国的这些疫苗都经过FDA的认证 国际的疫苗战 对不对 他说莱猪也是通过美国FDA来认证的 所以一样都是美国FDA认证的东西 为什么你敢打美国认证的疫苗 就不敢吃美国认证的猪肉 我就想请问一下 这个莱猪猪肉跟疫苗能比吗 能够比吗 投入的成本是对称的吗 这个说法简直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个说法不就是在打脸以前 就是说小花部长 你在打脸的是陈时中部长 还有那个林静怡委员 现在在台中选举的林静怡委员 为什么 他们都是护航高端的 他们在护航高端的时候 就讲世界不是只有美国不是吗 那你现在要拿美国做例子 那我就知道说到底谁讲的是对的 我想请问一下是陈时中部长讲的是对的 还是王美花部长讲的是对的 所以三宝其中的两宝互相打架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认证的FDA的疫苗 那是透过了全世界都是把它当成是重要的标准 但是来猪 含来剂的猪肉在全世界 目前为止仍然是不受欢迎的 禁止进口的国家远多于开放进口的国家 而且在台湾猪肉的食用比例跟习惯 跟这些开放的日本等等这些国家 比如说使用内脏 使用的比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当然有我们特定的在地化的考量 第三个就是说包括我们中广的董事长 赵少康大哥在这个月办了什么活动 大家记得吗 昨天今天是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那Black Friday是一个购物忘记 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是感恩节 所以赵少康大哥不是推动了一个节庆 叫做感恩记吗 所以感恩记就是美国有很多好的产品 农产品等等之类的 我们来帮忙推广 帮忙销售 所以只要是健康的产品 我们是非常乐于推广 这个美国 我们很喜欢吃香吉士 我很喜欢吃香吉士 还有美国的巧克力 那真正好吃不得了 尤其在感恩节大家要吃巧克力 这些我们都乐于推广 但是来记的问题 它纯粹就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台湾前一阵子 过去不是有塑化剂的问题 大家记得吗 那今天你可以用这个民族主义 来情绪勒索说 就算有塑化剂 你也得给我喝 喝了有后遗症 后遗症就是对男性的 这个 这些一些器官的外观造成影响 没有关系 你就给我吃 因为如果你不吃 你就是不爱台湾 请问一下还有这种说法吗 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 没有办法接受 这已经无关于对一个国家 或者对一个族群的喜好 或者是不喜好 而是今天这个品项 作为萊猪 它本身有健康的疑虑的时候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来的 站在捍卫国人健康的立场 我们都有bargain的本钱 它一定有很多种方案 我们可以开放美租 甚至是推广美租 但是你说所谓的 这个萊剂要不要进口 它都有很多替代方案可以做 民进党的问题就在于说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 你也没有跟立法院讨论 你甚至没有跟你自己的行政院长 苏贞昌讨论 蔡英文总统小英 你就单方面的宣布开放 也没有公厅会 也没有立法院的讨论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马英九时代的政府 当时对于福茂协议 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大家可以接受吗 这些太阳化世代可以接受吗 不是很讲究程序争议 不是很讲究公民参与吗 那我请问一下 在莱猪开放的过程里面 所谓的公民参与 跑到哪里去了 根本没有啊 只有小英自己的密室开放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 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我们的三宝之首 陈吉仲 陈吉仲我们又回来了 他除了讲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莱克多巴胺呢 人类吃保健食品 就跟猪吃莱克多巴胺一样呢 他还提到了一个 很奇怪的这个谬误 他在讲说这个欧洲呢 在过去的时候 1986年的时候呢 因为有所谓的 荷尔蒙牛肉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就禁止了 那时候有禁止 美国的牛肉 就有疑虑 那美国在1996年 这项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那欧盟败诉 他用这个东西来告诉大家 来混淆说 荷尔蒙牛肉好像就是来牛 问题是呢 各位啊 苏伟硕医师呢 还有这个声音 不是王文心吗 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说 莱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莱记是1999年才上市的 各位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农委会 主委陈其中 又送了时空穿越之术 那拿三年前的 司法判决 去判断三年后才上市的 1999年上市的莱克多巴胺 所以被王文心批评 说是拿这个明朝的剑 在清朝的官 他们的品项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后来在市场上面的反应呢 莱克多巴胺在世界各地呢 遭到禁止 长达20年之久 你也没有看到美国 透过诉讼的方式 在哪里得到胜诉 所以 我认为啊 如果要替莱猪辩护 如果正在民进党 我们社生主义 如果今天是民进党 我们主打说经贸开放 主打谈美关系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能说谎 你不能用一些 根本就是错误的 自乱正脚 露出马脚的方式 来替政府辩护 这只会造成强大的反效果 所以我们听说呢 其实陈其中的 在民进党内部呢 也是被人家定 这个以前呢 都是要拼死的 来反对莱猪 现在呢 莱猪进口的时候 他流泪又感激 这样子的话呢 这种 着视金飞的态度呢 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反面教材 我奉劝民党政府 如果要推销 莱猪 再怎么样 就算你要推销 你也不要找 这么呛的人 或者是这么呛的说法 徒增人民的愤怒跟困扰 尤其在 这个 莱猪进口 的公投 这个剩下 其实到今天为止 是22天 讲到这个 就讲到我们是 我现在最新的职称 各位如果看到标题的话 我是凯盗街友 我跟罗志强 罗议员 强哥一起在 这个凯盗夜宿 连续不间断 当然五六日的时间 有在全国 巡回艳术 那几天我们就离开凯盗 这样子 要连续49天 目前为止都没有间断 到今天为止 已经是第27天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 剩下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如果在最后的三个礼拜 民进党政府仍然出现 这样子频繁的失误的发言的话 其实是替人民的愤怒值 燃烧满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 到目前为止已经展现出 相当程度的急躁 而这种急躁 背后所呈现的心态 其实是一种 对权力的渴求 以及对于自己论述的心虚 民进党在这一次公投 最大的敌人 其实就是民进党 是以前的民进党 是那个曾经立抗 来牛来猪的民进党 是那一个曾经立唱 要公投榜大选的民进党 是那一个蔡英文总统 亲自写下藻礁永存的民进党 是那一个在阿扁执政时代 坚持要把核四盖完的民进党 所以是那一个在阿扁执政时期 包括副总统吕秀莲都告诉大家 反对何能是落伍的观念的民进党 所以一切的一切 大家出来投公投 主要是认为这个执政党的政府 它其实是一个强大的信任危机 因为你讲的话不值得信任 你今天讲A的事情 明天会变成B 各位所以有很多人讲说 民进党政府今天对于核四 看起来是反对的态度 但是人家也觉得你只是政治斗争 只是因为跟你不同立场的政党 在反对你 所以你为了自己的面子 你为了拔持自己的权位 你再反对何能 但是有一天当你执政危机度过的时候 你哪一天去面对能源失衡的现实 带头过来变成何能的提倡者 我们也不意外 为什么呢 因为你换一个位置 你就换一个脑袋 大家都是换脑袋 可是你换的脑袋的地方 是离人民越来越远的一方 国民党也换脑袋 很好 因为我们换了脑袋之后 跟人民站在一起 焕然一新 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的差别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关键的分水岭 国民党也换脑袋 民进党也换脑袋 但是国民党换脑袋 是试图跟人民站在一起 民党换脑袋 是试图离人民越来越远 那这时候作为人民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呢 让一个失控跟贪婪的执政党 重新找回初衷的方式 就是透过12月18号 人民权力的行使 让执政党了解说呢 他们的权力并不是无法制约的 人民才能做最后的仲裁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中国时报的头条 接下来我们来看联合报 联合报的头条是 蔡英文总统呢 我们都知道昨天呢 去视察了我们的大潭 这边电厂的藻礁 他的头条蛮厉害的 就说三阶没盖在藻礁 原来三阶没盖在藻礁 是这样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讲呢 所以呢 这又是一个偷换概念的做法了 那事实上呢 到底有没有盖在藻礁上 他外推之后呢 是缩小了这个会盖在藻礁上的面积 但是实际上呢 他还有很多的周边设备 比如说这个桥墩啦 基地台呀等等之类的 仍然呢 会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原来藻礁的自然的生态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大潭这边的藻礁 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态系统 里面很多的生物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我们台湾的海岸线这么长 当时在推动环评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学者都提出来说 有很多的疑虑 并且也提出了选其他地方的替代方案 但是在当时呢 根据这些学者的说法 当时的政务委员张锦生呢 并没有把这些意见呢 列入最后的报告里面 所以这些学者呢 就奋而退出了这个环评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是一个球员兼裁判的环评过程 这是一个有问题的环评过程 这是一个半黑箱的环评过程 所以至始至终 到目前为止 当初跟民进党长期在党外运动 走在一起的环保团体 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办法接受民进党的说法的 所以蔡英文昨天的这个所谓的视察 藻礁的这个做法呢 也没办法继续得到环团的认同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各位看到这个是联合报的头版嘛 对不对 各位看到 再给大家看一次联合报的头版 三间没有盖在藻礁 可是呢 与此同时 在同一天的联合报的这个民意论坛里面呢 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 这个反对意见的标题叫做 关心藻礁永存 关心藻礁永存 大潭藻礁就不必嘛 因为蔡英文的说法是有点整效 他说我当时 我当时在野的时候呢 去这个桃园的藻礁 说藻礁永存呢 我说的不是大潭藻礁啊 我说的是关心藻礁啊 我说的是B不是A 你这个时候才讲 是不是会有点整效 环团也傻眼 因为你当初摆明的 你所谓的藻礁 就是在讲说 这一代的整个侦态系统 结果你现在进行这种神切割 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说藻礁就是藻礁 那一代就是藻礁 你这种说法 到底是激怒民众呢 还是让民众觉得你可以认同 那凭什么A藻礁要永存 B藻礁就可以尸骨无存 是不是这样 这样大家就感觉很奇怪 所以呢就连环团的这个 我们讲潘汉生 各位潘汉生是 现在台湾素人协会常务理事 大家也知道他是环保健将 我也必须坦白讲 在这一次呢 他对何能的立场是有疑虑的 他是属于反核式的 这一方我们都尊重 可是呢连他都出来跳出来讲 蔡英文呢是 藻礁切割是政治炸术 他们觉得他们被骗了 各位你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潘大哥 你今天才知道 民进党是政治炸术 你们跟着民进党一起 打拼奋斗20年 你们都不知道说 民进党其实在这段期间里面 在执政之后 他根本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嘛 所以现在的环团呢 也感觉到非常窃心 差别在于说 他们发现的太晚了 今天才知道说 民进党是政治炸术 那实际上呢 我们认为民进党 他在目前为止觉得 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 如果是因为政党的立场的不同 你骗反对你的人 就算了 你连自己的支持者 你都敢骗 然后呢 让他们的利益受损 比如说高端疫苗 现在打了七十几万剂之后 大家才发现说 世纪帝国高端根本是白打 而今天相信政府 相信党的人呢 是最早去打 这一批高端疫苗的人 而现在呢 却面临了出国无门 然后呢 又要再打第三第四季 去承受这些科学 到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验证的风险之中 那这七十几万人里面呢 更可怜的是 有一些人是迫于压力 不得不打 比如说我是老师 我如果不打 我每天要做快筛 那我也没办法去上课 甚至呢 不会有所谓的生计 可能薪水没办法赚 所以我迫于无奈下 我打不到BNT 我打不到莫德纳的时候 我这个月要上班 大家记不记得五六月的时候 那我只能七八月的时候 我只能赶快去打 打完之后才发现没用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这些人来讲 就算呢 生理反应没有不良反应 何况是有一些人 有不良反应的 对于这些没有不良反应 但是呢 去打完之后 觉得自己白打的人来说呢 他是不是可以申请赔偿 这个对他的利益 权益是不是有损失 其实正在集体诉讼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些人其实是可以提出 他们的权益受损的 因为他们必须跟其他打两季的人 承受不一样的风险 当有这个风险的承担的时候 他就可以提出所谓的损害赔偿 我认为这个在我们的世界的潮流跟趋势 在其他的西方先进国家 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另外呢 各位来看 昨天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趋势 就是现在的BNT施打 已经超过500万剂的 再次感谢郭董 以及这个相关的基金会台积电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今天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打到BNT 但是呢 这个报告出来 就是说500万剂的BNT施打之后 我们发现他的不良反应跟死亡率 在出人命的这个比例 比高端 跟高端的数字是一样的 但是BNT是500万剂 高端是70几万剂 换言之 高端施打呢 出人命的这个比率 是远高于数倍于施打BNT 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这些 当书邦这个高端挂保证的 说高端是这个莫德纳的 孪生兄弟的 这些政府高官跟政府的侵律势力 你们现在如何自圆其说 你们以为当初说过的话 欺骗了人民 现在就可以不受到人民的监督 不需要给个交代嘛 所以12月18号 我必须跟大家讲 除了我们讲的四项公投 表面上看起来跟高端 跟疫苗都没有关系 包括反来租公投榜 大选 藻礁跟核四 实际上呢 在选民的心中 在人民的心中 他某个程度上是对政府 不信任的一个 不信任的相关的投票 就是说对于政府这种反复的态度 表达出一种严正的不满 因为四项公投的本质呢 就是执政党呢 着势金飞 反复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12月18号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说 到底人民对于执政党 这样子一种反复无常的行为 他到底是愤怒 还是容忍 12月18号 我们等着看总统刹这一弹 我们进广告 世界封养 那你的内心呢 不怕面子 不怕学习 不怕你面膜学得太多 不怕你察觉的力量太薄弱 佛学研究者陈琴副主讲 与满冰集园的 《青春生活常》 关心记载 《青春十二讲》有诊书 陈浩六七第一词 《小文书》的课 页到四九九元 这样从青春问题开始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三十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听 今天的《青春万事》 我是代表主持人 郑造星 我们刚刚在这个浅秋 这个介绍节目的 这个开头的录音里面呢 我们可以听到浅秋都说 自己是戏子王小姐 这个其实是 韩市长替他取的 这样子的一个开头 真的是很幽默很有意思 那我刚刚也在节目的 一开始跟大家提到 我是戏子郑先生 因为我是浅秋的邻居 我也住戏子 那提到戏子呢 我这边必须提的 最近戏子发生一件事情 跟公投有关 是什么呢 就是戏子在两天前 大塞车 大家知道戏子呢 其实上午的尖锋时间 常常塞车 但是呢 在前天呢 我回家的时候呢 回家看小孩 顺便梳洗一下 准备晚上要再回到凯道 去夜宿的时候 我发现奇怪 已经过了八点了 为什么夜宿 这个戏子的 星台五路呢 跟大同路 在戏子的朋友就知道 是所谓戏子的干道 还这么的塞呢 然后呢 连这个一高转二高的 星台五的交流道 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都有那个LED嘛 说这个交流道 现在是雍色 我想说 不对啊 这个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还没来啊 戏子Costco 不应该塞成这个样子 结果发现 原来是在交管 为什么交管 因为苏珍昌要来 苏珍昌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他要参加 晚上的这个戏子 立委赖平于 所邀请的举办的 所谓反公投的说明会 四个不同意 他们认为台湾会更有利 我觉得是台湾超没利 吃莱猪怎么会有利呢 那这个是题外话 不讲 那但是呢 在这个公投的 这个反公投说明会里面呢 因为要迎接 我们的大院长苏珍昌 所以星台五路 跟这个大同路 全部都进行交管 各位 这是下班的尖锋时间 那其实这个 跟交通号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在这个戏子 最大的 封闭是脸书社团 叫戏子社团 戏子集团 超过十万人的 一个脸书社群 炸锅 大家骂翻了 说看到了 有四台游览车停在那边 不知道来干什么 但是呢 其实人不多 各位 其实当时在戏子的 行政中心前面举办 人不多 一两百人而已 一两百人 所以人家说 大塞车是人多吗 不是 他们的人很少 那塞车是因为交管 所以就被大家 严重的批评 孙昌扰民啊 那更重要的是 时机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政府 有百废待举 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高端 世纪帝国的事情 怎么样尽速的 得到解决 包括我们现在的 层出不穷的 随机 商人 治安事件 有人拿枪寻仇 有人拿穷棒 处理车祸纠纷 那么呢 有人因为一个 口罩戴不戴 拿美工刀 刺死了我们的 超商店员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期待 这个政府 要建立的网络 是所谓的 社会安全网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政府的 最高行政首长 以及我们的 三军统帅 蔡英文 蔡英文加苏贞昌 两位 这个时候 没有再去编 社会安全网 他们在编的叫做 反公投包围网 他们还是觉得 四个不同意 比这些 政府 应该保护的生命 来的重要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政府很奇怪 当初高端在施打 当初我们这个 疫情失控 疫苗还没有办法 出来的时候 确诊死亡人数 超过500个人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 蔡英文总统 在脸书上 发表哀悼 倒是 拜登的爱犬 过世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 第一时间在 推特上 表达的哀悼 所以很多人讲说 在总统的心中 是否人不如狗 我们台湾人比不上 美国的狗 死了500个人 比不上 美国的一只狗 可以换来 蔡英文总统的哀悼 那个时候 大家就骂翻了 觉得蔡英文总统 不知名末 结果到现在为止 民党政府 还在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对 孙生院长 我们戏子的相亲 是很不谅解的 而且我个人 也塞在里面 所以我个人 作为一个戏子居民 我非常的火大 结果我看 其他的社团更火大 所以我们就发文抨击了 抨击了 在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据说是有媒体记者 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直接问行政院的发言人 罗宾成 罗宾成也致歉 可是致歉之后 有没有改变的 没有 孙生昌在致歉完 当天晚上又去说明会 当然又有交管 继续扰民 但是在这个 我们讲的戏子那一天 我发现了一个 有一个名单 有一个人 我第一天还没有特别注意到 我发现这个人 怎么会到戏子来呢 他不是桃园市长吗 郑文燦来了 郑文燦好好的桃园市长不做 你莫名其妙 跑到戏子来做 这样的一个说明会 要做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治安事件里面 所谓的超商店员 因为劝导口罩 被美工刀刺死的意外 这个治安 他的发生力也在哪里 就在桃园不是吗 那今天作为桃园市长 郑文燦你不留在桃园 把这件事情 或者是治安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安全网 建丢起来 你不但 你如果宣讲公投 大家就已经很生气了 如果你在桃园宣讲 大家可以体验说 你可能是行政首长 你有付到这个党下来的使命 你跑到戏子干嘛 你跑到戏子干什么 还是戏子 其实现在要被化为桃园的一部分 我是搞不清楚 所以你根本没有善尽 你作为桃园市直辖市长的职责 那而且呢 在前天的时候到戏子 那我们发文抨击之后呢 到昨天 他还是依然雇我 他跑到台北市的中山区 接受呢 民进党发言人 严若芳的邀请 进行了所谓的反公投说明会 这些人啪啪噪 就是不留在桃园做正事 那我就觉得说 今天郑文燦 是不是真的这么想 接行政院长 或者是想要选总统 那你根本就没有心 来处理 现在桃园市民迫切的 对于治安的期望 对于疫情的控制 对于市政的发展 你是不是都抛租在脑后了呢 而且这 而且我们讲出这个事情之后呢 这个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我的好战友 许巧新 就在我的脸书上面留言说啊 赵新啊 你说的是前天的戏子 跟昨天的中山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啊 12月 21号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不在桃园 在外面宣讲了 在地点我记不得在哪里 所以你已经连续 三四次都这样做了 那我是要奉劝 郑文燦市长 你可能是在跟赖清德 这个副总统 在拼未来的2024 你觉得你是大阿哥 大阿哥拼金孙 是很有看头 但是现在的市民 期待你的 就是专心市政 如果你真的无心的话呢 你要拼总统大学 或者你要拼行政院长 也没有关系 那我建议你 今天就宣布你辞职吧 你如果还有超 你的任期还没有过半 你的任期还没有过半 你就已经行不在桃园的话 你辞职吧 好 你就让别人 我不知道说 是不是第二年是进行补选 或者是呢 让陈时中直接做代理市长 也可以啊 因为陈时中 现在感觉也没有什么心情 来做防疫的 已经是干话连连 说不定他也是在布局 2022 你就让他来代理嘛 让桃园市民看看说 陈时中是不是可以做得好 做得好 让你继续做 做不好 你也不要去 这个陈时中 也不要想在桃园选连任了 那你这个 郑文燦呢 你就专心的 去拼你的四个不同意 专心的 去推动 反公投的运动 专心的 为未来 是不是自己可以接任 行政院长 来做点功德 或者是说呢 准备2024 但是请你不要站着 桃园市长的缺 干着全国部分区市长的事情嘛 这个对桃园市民来讲 真是情何以堪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政治挂帅中 意识形态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为什么被宠坏 因为过去呢 靠着抗中保台 就可以被原谅一切行政事务上面的错误 包括大停电 这种政策上的谬误 这种无能 还有疫情 疫苗施打 疫苗进口 疫苗采购里面的重重疑云 跟黑箱等等之类的 如果都靠抗中保台就可以的话 那民进党真的是台湾的败家子 那其实人民呢 在民主时代呢 人民才是这些执政党的父母 他们没有所谓的父母官 人民是老大 人民是陶家 所以在12月18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给这个被宠坏的执政党 被宠坏的败家子呢 一个警惕一个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是会制衡你的 我们是希望你悬来勒马的 我们不会宠坏你 如果说在12月18号 我们的人民仍然对公投麻木的话呢 民进党的贪婪跟自大呢 我这样开玩笑 就会跟郑造星的体重一样 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呢 在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大家是一定要 该站出来的时候呢 就要站出来 如果不站出来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个民进党的 自大跟狂妄将会 无所节制度脱江的野马 我们进广告 我们还有两个part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讲到几分 我们讲到 我讲到前年你直接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我们先可以跟听众 各位听众 我在这个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个 网上的好朋友 包括那个云林站等等之类的 这个也是晚上我们跟强哥的直播里面呢 常常会出现的固定的好朋友 大家要在线上跟大家问好 我等一下来讲一下这个 最后民进党有可能会出哪些out 希望能想出爱 空中避难活动 邀你一起支持 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 天将弱势儿童参费 及教育资助之化 让天将弱势孩童 能快乐长大 看见希望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千秋万事 静覆笑谈中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好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是今天千秋万事的代班主持人 戏子郑先生 郑造星 今天我们的戏子王小姐 请我来代班 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都是围绕着公投的话题 不过我今天要插播一个小小的新闻 在这个中国时报A3的焦点新闻里面的右下角 各位 遭高雄荣总寄过苏伟朔或判撤销 我们都知道苏伟朔医师之前是高雄的精神科的医师 在台南分院任职的时候 院方认定他 就是他有些事情他看不惯 看不惯同仁的一些事情 结果院方要整他 就说他望空空间寄过两次 那苏伟朔不服这个行政的诉讼 那么今天获判他的寄过撤销 恭喜苏伟朔医师 他是一个可以说 粗然灵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的 一个非常非常坚定 自己立场的 我认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医师 每一次在反来猪相关的论述跟抗争里面 你在他的旁边 你都发现他是泰然置若 也不会有很大的情绪上面的激动 但是你可以觉得他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值得依靠 那么他现在跟着反来猪团队 也就是还有所谓的秋斗 在进行全国的行脚 那据我所知 在前天的时候应该已经走到彰化了 那今天应该还是在中台湾 那么慢慢的走 一直到12月18号的时候 最后会走到凯道 跟我们包括我们夜宿的团队 那么还有宣讲的团队 还有在野党 各方的力量 我们最后来进行大会师 替人民来发出怒吼跟声音 那么刚刚提到了说明党 花了5800万 其实远远不止5800万 在全国各地举办 这样子的所谓的反空投空说明会 其实你看到在现场 其实都在发一些什么物资 吐司等等之类的 在苗栗就有议员跟我反映说 在现场就看到他们在发吐司 但事实的真相有待他们澄清 但是同样的站在反 我们讲说希望公投过关的阵营 经费当然是相对缺乏的 但是我们有的是民意 民意是我们最大的后盾 所以包括我跟罗志强议员 罗大也是我们现在党的副秘书长 在全国进行宣讲业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到民意党办的场子 是发物资给别人 那我们的场子在晚上宣讲的是 人家我们的民众 源源不绝的把物资送过来 怕我们动着 怕我们饿着 所以我其实在跟各位在讲 就是说我们在公投业数活动的时候 赵新有做过一个承诺 就是如果四项公投都过关的话 一项我就要减重五公斤 四项就要减重二十公斤 他说赵新你真有决心 其实他的这个猫腻在哪里 就是为什么我们宣示在公投后 因为公投前民众太热情 我要减肥 根本是不可能 根本是不可能的 很多乡亲太热情了 又是送吃的又是送喝的 但是我最感动的还是 有一天我们在苗栗的夜宿的时候 有一位妈妈 他的女儿是台大的医科 非常的专业 特别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 维他命B的牌子 带着两罐维他命B过来 然后写了一个小字条 说人民对于我们的活动 是有共鸣的 人民都支持我们的活动 那感谢我们为人民来发声 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然后希望我们的体力要能够维持 所以民进党虽然拥有大笔的资源跟金钱 可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跟 站在人民对立面 讲白一点跟人民对干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做的是替人民发声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我们即使受到民进党的 巨大的环绕式的挑毛病 然后抹黑 然后污蔑 我们现在能够走下去的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背后是为了人民 一起往前走 而不是语语独行 那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包括耶稣 包括这个行脚 包括这个国民党 据说在最后一个礼拜也要进行 较更大型的这个耶稣活动 大家一起来河流 会如涓涓细流 会江城 会聚城 滔滔大河 而民进党呢 你看他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庞大的资源办这么多重复性的 说明会到后来变成扰民变成强弩之末 甚至拿到最后呢 这个荒腔走板 就是有点脚步节奏有点乱掉 所以你看他们的行政官员在辩护的时候 出现了这么多 让大家觉得是干化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民意是 站在 支持公投通过的一边 但是即使如此 我接下来就要来好好的提醒大家 公投剩下三个礼拜 民进党不会坐以待毙 所以未来一定会奥部进出 一定会出奥部的 所以呢 我今天作为凯道街友 跟各位预告的是 我们其实已经收到消息 民进党准备使用什么奥部呢 当然除了抗中宝台以外 抹红这一招 传统这一招 他绝对是不可能放过的 那我们现在收到消息 因为现在在三项公投里面呢 差距最近的 而且也最能够打脸民进党 虚假的价值的 其实就是 核四公投 虽然核四公投 重新商转这件事情呢 不是国民党所提的 两项公投里面的 其中任何一项 但是呢 他代表的其实也是 国民党过去在执政时期呢 长久所主张的 能源安全的价值 那如果这项公投通过的话呢 民进党的过去 所欺骗民众的这个神主牌 会完全破功 所以他们全力来防堵 核四公投的过关 他们没有办法 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企图 包括像许文辉处长这些人呢 用错误的论述 企图再次的愚弄人民 或者是操弄恐惧 可是会将来 包括世界的趋势 包括比尔盖茨的倡议 大家都开始感觉到 尤其是年轻世代 你会发现 大家对核能是不排斥的 大家也慢慢可以理解到 所谓的福岛 并不是福岛核灾 并不是起源于地震 跟断层带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 福岛核电厂的 这个机组运转都是正常 而且挺过了 这个地震的考验 这后来呢 是因为海啸 而不是因为地震 那个福岛核电厂的 这个海啸墙不够高 那海水冲进来之后 你还有时间 其实还有时间可以处理 那机组暂停之后 你在第一时间如果用大量的水来冷却机组的话 事情就没了 那是东京的高层 这些掌握政权的人 舍不得迟疑导致了最后 里面的氢气爆炸 辐射外泄 也不是核爆 核能没有爆炸 各位 我在这样的一个解释 然后在当时发生地震的时候 离正央更近的核电厂 没有海啸的 是完全通过考验的 所以今天在讨论 核四的地震带是没有日益的 然后核四又没有海啸的问题 他地势比较高 所以今天这些谎言都没办法说服 民众的时候 民进党就开始用什么奥勃呢 他要把公投的领衔人给抹红 要把他抹红 所以黄世修在未来的三个礼拜 民进党会进行抹红的工程 怎么抹红呢 我先跟大家讲 最近 民进党不是修了两岸关系的人民条例 针对什么 针对有些退降 禁止退降到大陆参加 中国大陆党政军举办活动的条款 乍听之下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里面就会有些退降 他可能有违反到大陆参加政治活动 你用新法去规范这些人 他可能去过大陆之后 你就来追杀他说 你不可以 你有退降的身份 据我所知 世修过去曾经在出版社工作过 出版社工作过 里面有一些人是过去有军方的背景 他也可能去过大陆 因为这个样子 你要去起诉 就要针对这位退降 正姓退降 然后顺便扯说 黄世修曾经在出版社工作过 出版社跟这位退降 甚至是张亚中老师都成立过 然后你就要去扯说 黄世修就在做这种为大陆工作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你的主张就是替中国大陆说 然后再引申说 你拿的是中国大陆的钱 各位 我就在这边先爆料了 我在这边先预告了 民进党最后三个礼拜 就准备用这个奥勃 你如果用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先告诉你 他就是用这种抹红的技巧 试图去破坏 合适公投人民支持的趋势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只要冷静下来思考 哪有这种事情 各位要知道 合适的建立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能源可以自主 包括我们讲说天然气 不管你盖三阶四阶 五阶六阶 七阶八阶九阶 盖到十阶好了 天然气很难储存 只要两个礼拜 包括假设我们遇到台风 船进不来 再加上假设中国大陆 要封锁我们的船运的进口的话 我们马上在两个礼拜之内 就会面临天然气无法发电的窘境 假设我们的发电比例 百分之五十是天然气的话 我们马上就会全台大停电 可是能够长期保持 我们的能源稳定的 恰恰就是核能 核能的储存 可以长达一年半 也就是今天有一天 当两岸发生冲突 中国大陆哪一天不高兴 封锁我们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的能源安全 是核能 那你这逻辑就很奇怪了 既然核能是这么安全的 有中国大陆出钱 让台湾发展核能 以维持我们的能源自主 这就好像是 中国大陆专门出钱 买F16给我们 越多越好 那你要不要接受 来呀 因为这是对台湾好的事情 你怕什么 所以各位用我们的大脑去想一下 中国大陆有可能出钱 去支持一个 可以让台湾维持能源自主 不怕中国大陆封锁的发电方式吗 这太荒谬了 所以黄世修在这方面的主张跟倡议 完全是站在能够让台湾 拥有能源自主 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标准 这样一看就对了 如果今天黄世修是在 有拿中国大陆的钱 或者是中共同路人 他做的事情一定是 要对大陆有利 便于大陆封锁台湾 怎么会去倡导核能 他应该去倡导天然气 各位 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显示 去怀疑 民进党这些大力的推广 天然气发电比例要提升到 50%以上的人 里面有些人才是真正的 中国大陆宪明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做的是 中国大陆最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我只要封锁你台湾 两个礼拜 不好意思 你台湾就大停电 大停电你就受不了 民心就崩盘 说不定就投降 对不对 各位我先问一下 线上的网友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话 你会希望台湾发展的 发电方式 是天然气还是核能 如果是天然气的 请你刷一 如果是核能的 请你刷二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话 你想要封锁台湾 你希望台湾在封锁底下 民心尽失可以投降的话 你会希望台湾发展 天然气还是发展核能 天然气的请刷一 核能的请刷二 一般有正常智商的 好朋友都会知道 所以 这个 民进党政府呢 在最后呢 三个礼拜 很可能透过 这样子的一种抹红的方式 想要去打击黄世修 但是这个很大的一个盲点是什么 各位 我还要提出来 公民投票是对事不对人的 投票行为 它跟选举不一样 选举你可以透过对候选人的抹黑 造成大家的负面印象 然后呢 继而改变大家的投票行为 可是今天 不管这个公投的倡议人 领先人 被你用各种的方式 抹黑 抹红 抹黄也好 大家投票的时候 想的是莱猪 健不健康 我该不该吃 公投应不应该绑大雄 我应不应该拿回我的民权 大家想到 核四公投的时候 其实 黄世修只是一位代言人 大家想的还是 这个核能在台湾 是不是能够做为干净能源 是不是可以降低空污 是不是可以改变 我们有80% 都是靠火力发电 这样变态扭曲的结构 大家想到藻礁的时候 想到是环保 想到的是藻礁生态的环境 想到的是藻礁的永存 想到的是七千年 所存在的藻礁 我们的上一代 上上一代 我们历来迁来台湾的祖先 都可以带着小孩去看 告诉大家说 这个叫藻礁 可是今天如果三阶盖上去之后 当我们的小孩要问我们 什么是大潭藻礁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儿子啊 我现在再也没法带你看大潭藻礁 因为上面盖完之后 未来这个生态永远的被破坏 你只能够看纪录片 你只能够看照片 我们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将永远的无法 去享受台湾丰富的天然资源 那这对我们来讲 是对下一代有责任的 我们这一代不应该做这样子的罪人 所以在进行公投的投票行为的时候 大家想到的都是公共政策的论辩 以及台湾未来的发展 民营党这样子试图呢 可能想要利用抹红的方式 包括这个我们讲早交公投 我就想到潘中正老师 他都可以是中共投入人 他都可以被暗示说 有在政府的标案跟环凭里面 有不正当的利益 连这样子一种 我们讲说环团里面的道德 人格者都可以被抹红 被抹上这个有金流不当利益 这样的标签 那么黄世修在最后三个礼拜 很可能被民进党抹红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民进党不抹红就不会选举 不抹红就不会执政 这就是这个政党的本质 但是人民可以接受吗 当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 12月18号就是我们站出来